法國藥妝店的產品大家都愛 到底這些人氣高 網路評價高的產品 為什麼那麼好用呢 哈囉 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編輯正方 我前一陣子才從法國出差回來 不免俗的我也跑去了藥妝店 幫我的同事朋友掃了一些貨 你們知道我掃了哪些嗎 非常多 拿給你們看 那這一次啊 我選擇的是在巴黎第六區的一個 叫做袋子 CT Flama 這附近是不是感覺有很多東西可以賬 有 還有一條墊子 為什麼我去這一家呢 因為這一家藥妝店賣的東西非常便宜 大概就是我個人覺得有點類似批發價的概念 所以我真的覺得如果大家是想要省一點錢 就是這一區的這一家買是蠻不錯的 第一個啊 我要介紹我本人的最愛 就是每次去巴黎一定會掃貨 就算沒有去巴黎 同事去巴黎也會幫我掃貨的 這個牌子就是艾福美 Aderma 它其實是法國的一個藥廠 叫做Peer Farber生產的 其實如果你們常常如果在買法國藥妝的時候 其實都會發現 有一個藥廠的名字叫Peer Farber 它其實旗下非常非常多的產品 大概在巴黎的藥妝店 我覺得可能有五成都是他們家生產製造的 那他們家的這個啊 其實是因為我女兒從小就有異味性皮膚炎 一直用到這一款我就發現效果真的很好 那當然我們還是有去看皮膚科醫師 搭配皮膚科醫師的處方用藥 很認真的擦藥跟擦乳液 它大概花了兩年的時間 把它的異味性皮膚炎就是鎮定下來 那這一瓶為什麼這麼好呢 因為我發現它是用一種燕麥的成分 他們利用燕麥的新葉 就是那種燕麥的葉子 它大概只長十到十二周 就是那種很幼苗的時候 它裡面有很豐富的活性成分 然後做成了這個乳液 這一支是我這一次新買的乳液這樣 天啊 它換包裝了耶 因為以前的乳液其實不是這樣包裝 因為我自己比較偏好壓頭 因為你知道在擦乳液的時候 用壓頭一邊壓一邊擦比較方便 可是呢 它現在這個乳液的東西 打開來看一下 它也是做壓頭的 其實我自己蠻喜歡壓頭 因為壓頭就是很方便 那不錯 我覺得它換新包裝了 我這一次啊 因為就是另外一刊美容編輯的推薦 我也跟他一樣買了這個卸妝乳 然後我有問他說 為什麼這個愛福美的卸妝乳這麼好用 他說因為就是卸得很乾淨啊 那我仔細的研究一下 原來它也是燕麥成分 就是可以舒緩修護潤澤保濕肌膚 所以同理可證 它在卸妝的時候 它就可以達到這些效果 接下來啊 是這一瓶 大家應該也非常的不陌生 因為啊 如果你要去發離藥妝店的話 你在網路上面搜尋 這一定會跑出來 這個就是恩貝斯的神奇保濕霜 那其實這個產品啊 其實在去年年底 已經台灣有正式的代理商了 所以其實在台灣的網路上面也買得到 而且是正式的代理商 那我自己啊 大概從四五年前 也開始有在使用這個神奇保濕霜 是因為有一個彩妝師推薦給我的 因為他說 他常常在幫model化妝之前 他會先擦這個 把它當成一個妝前的打底霜 這樣子你就可以在化妝的時候 更容易上妝 而且可以讓那個底妝維持得更久的時間 那這個恩貝斯啊 其實大概到目前也是有幾十年的歷史 他的創辦人其實是一個皮膚科醫師 那個時候大概在1950年代 他在治療一些皮膚的疾病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用口服藥 那這醫生就想說 口服藥其實吃久了 對人體都有不好的副作用 所以他就覺得他不想要再用口服藥 他就開始研究 他大概就找一些花朵植物的萃取 像是有大豆啊 蘆蕙啊 乳油 木果油啊 跟蜂辣這些其實蠻自然的成分 然後做成了這個神奇保濕霜 其實一做完大家一擦效果就非常好 所以在那個時候啊 其實還蠻多人喜歡用的 那除了這一瓶深藍色的神奇保濕霜之外 其實大家應該也會常常看到這個淺藍色包裝的 其實淺藍色包裝的 他是比較潤澤感的修護霜 如果你的皮膚比較乾燥 或者是像夏天太陽很大曬後啊 如果有一些受傷紅腫 其實你都可以擦這一瓶霜 可是因為現在是夏天嘛 其實台灣的氣候比較悶熱比較潮濕 那在台灣其實還有另外兩款也賣得很好 就是加了一些杏仁啊 還有維他命E成分的保濕乳液 他們可以就是更清爽 還可以幫你肌膚做到保濕兼控油的效果 其實在台灣賣的也非常不錯 接下來啊我就要講這一瓶 應該一拿出來大家也都知道 這個表德瑪 背膚代碼的潔膚水 其實這一瓶潔膚水真的真的非常紅耶 因為就是不管是在亞洲市場 歐美市場 就是彩妝師 模特兒真的是人手一貫 我當初啊其實也是因為彩妝師的推薦我才入了坑 所以呢這一次當然去了巴黎藥妝店 是幫大家買了一堆回來 這個潔膚水啊除了粉紅色是敏感肌膚用之外 其實它還有其他的啦就是藍色的保濕 或者是綠色的控油 大家還是比較喜歡這種粉紅色的粉水 因為它是給敏感性肌膚用的 那這一瓶潔膚液到底跟其他的卸妝水有什麼不一樣呢 反正看起來就是透明乾淨的水啊 一般化妝品或者是卸妝水裡面用到的水 大致上可能很多人都是用唇水 可是大概只是有一道唇化程序的唇水 如果只有一道唇化程序 裡面啊可能還是有微生物的濕體殘留 那這個Baldemar他們其實是用了九道的唇化程序 所以這個水是非常非常非常 我不用講九次 反正就是非常非常的唇啦 很多敏感性皮膚的人或是皮膚真的很糟很爛的人 用這個卸妝水都不會覺得不舒服 而且可以把它卸得很乾淨 另外啊就是我自己啊這次還帶了兩瓶 就是一般人比較沒有看到的 這個也是背膚代碼的產品 一瓶也是一個友好的美容編輯推薦的 因為它都是用他們家的防曬瓶 這個其實大家看一下就是一個雷射手術之後專用的防曬霜 他是說這瓶防曬霜啊其實擦完之後就是打完雷射就直接擦 因為做完一些醫美手術其實防曬很重要 可是大家可能到時候會有一些傷口啊 會怕說擦了防曬會對傷口不好 那這一瓶就是皮膚科醫師推薦 我真的聽了那個美容編輯的推薦非常的心動 所以買了一條回來試試看 另外呢也是一個我一個非常熟悉法國朋友的推薦 他就跟我講說有一瓶噴霧一定要買 這一罐其實是一個保濕的防曬噴霧 大家喜歡用防曬可是有的時候就是不喜歡 用塗塗抹抹的感覺很黏 那它其實就是一個你知道搖一搖一個噴霧形式 如果你已經擦過防曬了 然後你在戶外要再多加防曬的保護補充 其實它就是這樣分子非常非常細 就有一個防曬的效果保護 接下來啊也是我每次去巴黎藥妝店 我自己都會搜的產品 因為我蠻重視洗澡的味道的 然後呢所以我很喜歡這個Hochika Lai 其實Hochika Lai這個牌子啊 之前在台灣有在專櫃出現過 後來它就是又退出台灣市場的 那其實它在巴黎也是以一個藥妝店 才買得到的產品為主 他們其實最經典的是一個圓形的香水灶 那一般的香水灶啊 大概是十個小時就可以製作完成 那他們的香水灶啊是用鍋爐來煮 而且把那個香精放在鍋爐的正中間 這樣子細熬慢煮八十個小時才完成 所以他們的味道非常非常的持久 那我自己啊通常都是把這個香水灶 放在衣櫃裡面當衣櫃芳香劑 因為它非常非常的香 那我最喜歡的其實就是他們最有名的 這個古龍水紅色包裝的味道 因為這個古龍水的味道啊滿中性的 而且是拿破崙的對 一百多年前的拿破崙最喜歡的味道 聽說他那時候喜歡這個味道 甚至拿來喝耶 我是不知道真實性啊 可是就是他非常非常喜歡這個古龍水的味道 那我也很喜歡 所以我每次去巴黎的藥妝店 我就會去買他的沐浴膠 因為我覺得洗澡也可以享受到這個味道 我覺得非常好 接下來這個牌子啊叫做菲洛家 黑白色的包裝就感覺滿專業的 這個品牌啊創立於1978年 他的創辦人其實是一個科學家 他都是在研究一些就是注射型抗衰老的醫療產品 所以呢他有一些醫療產品 也有一些這種就是在家裡可以用的保養品 那這瓶其實滿厲害的喔 因為它暱稱十全大補面膜 意思就是說你擦了它就是吃了滿汗全息 如果你啊如果是皮膚很疲累 或者是熬夜熬很久 皮膚就是看起來很累的話 其實就擦上這個十全大補面膜 就是立刻容光煥發跟保濕水量 那它的質地啊其實大家看一下 它就是有一點點是一個霧面的乳霜質地 它就是擦在皮膚上面就是希望你可以厚敷 像類似像這樣子吧 最好不要看到皮膚的顏色 就是把它厚厚的敷上去一層 大概經過15分鐘 它有很多專利的一些成分 像是維他命的成分啊 就是可以幫你把你的皮膚調理過來 如果有一些熬夜啊老化皮類的肌膚 第二天就立刻容光煥發 然後呢我就是在一個美容編輯的推薦買了這一個 其實這個牌子啊台灣目前已經有人帶進來了 叫做蒲伊香 它其實是一個法國的平價精油品牌 然後就是用到其實都是蠻不錯的精油 像這個它就標榜它用了41種精油 那像這個呢它就是用到了12種精油 它就是用到了幾種精油它都會標示在上面 那它比較不會以就是肌膚保養為主 它都是一些居家身體啊或者是一些室內熏香噴霧啊 或者一些肌肉放鬆或者是防蚊噴霧為主 喔我在法國看到的時候 真的二樓也是超多的人在買這個產品 那它其實最明顯的產品就是這個 這個是什麼就是一個40精油淨化噴霧 那顧名思義它就是用了41種精油 它可以用的地方非常非常的多 就是當你覺得家裡的環境不乾淨啊 或者是有可能要做防蠻的處理啊 你就是到處噴噴 它可以在浴室噴在廁所噴在衣櫃 或者是消除臭味 就是說如果鞋櫃一打開來 意味是在太重了 所以就把它噴噴 它不但有一些精油的味道 可以讓那些味道平衡掉 還有一些抗菌啊的效果 所以我覺得這是就是在家裡一定會要用到的一個居家噴霧 所以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實用 所以我也買了回來 好其實以上啊零零總總這麼多 我講的口水都乾了 就是我從巴黎藥妝店買回來的產品 那另外啊其實還有自新推薦啦 就是這個賽吉爾大家應該都知道 就是女性私密的清潔用品 那因為它也有出小女生的 所以我也買回台灣給我女兒用 那另外還有就是我很愛牙膏類 那這兩支牙膏其實也是我覺得用過蠻不錯的 那這兩個其實是有中等量的綿密泡沫 所以刷完之後就是口氣也非常的清新 我自己也非常的喜歡 那其實我介紹了這麼多產品啊 有蠻多品牌 其實台灣都有正式的代理商了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其實都可以網路搜一搜 買回來自己用用看 如果啊你們有什麼發現好用的產品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讓我可以跟你們一起試用看看 給你們看